人标题宝强新喜剧之王 冯小刚后悔他严煞根 王宝强的成功 不是偶然新冽的新片新喜剧之王的预告片已经推出 便遭到了很多网民的吐槽 不论是片中的老港 还是片中角色的演员都是大家的槽点 特别是王宝强许多网民对其褒贬不一 更多人认为这傻傻的王宝强 怎么能是演出当年野天球的优雅 而又坚定的气质 很多人说王宝强是个草人士众多曲眼中的幸运儿 其实我们都错了 王宝强一直混迹这个圈子 因为他的诚恳和努力 还有了今天的成功 在很多人认为 王宝强是阴风小刚电影里的傻根出道的 其实不然 王宝强03年凭借剧情片《盲景》 获得第四十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奖 也就是因为盲景的表现之后 便被冯小刚相中于04年携手刘德华 刘若英出演《天下无贼》 是傻根一角众所周知 王宝强是因为当年李连杰出演的《少林寺》 而去学习武术的 在这里他还认识曾经的小童星 士小龙从照片里不难看出曾经的他们很可爱 很多人看到士小龙和王宝强小时候的合照后 都忍不住的调侃王宝强 身高停留在合影的一年 成了演技输了身高 确实王宝强是有演技的 然而在很多作品中 他的角色却被定位傻 但吃货缺心也 这让他的母亲也在采访前哭着说 我家宝强并不傻 导演冯小刚也曾说 他后悔让宝强出演傻根 因为宝强很有演技 的确王宝强是上天的宠儿 这也得益于对机会的垂青和把握 更是自己对梦想的坚持与不放弃 不管是在电视剧 《我的兄弟叫顺溜》 士兵突击 还是饰演的电影 《人在窘途太久》 《唐人街探》等一系列的影视作品中 都能看出他的风格 当然 小星思以为他最好的作品 就是Hello 树先生这部剧真的演技掉乍天